大家好欢迎来到bbd几说三国沙 这个又到了愉快的催眠时间了啊 不应该是国战时间 咱们要看今天的国战录像了 这个啊对忘了得说一点啊 这个之前我那个微博ID好像说错了 应该是新浪微博搜索那个三国沙拟天英才啊 不是bbd几天英才啊 看这个好多小伙伴也取下我的微博了 主要是现在YouTube不能留言 如果你特别想留言给我 你就可以去加我的新浪微博 好咱们看一下今天的录像啊 今天的录像还是有一些比较常见的知识点 就是想跟大家这个讲一下结合的录像 有的时候也没有合适的录像 这个有些知识点也没给大家讲 当然你要是经常看我直播 可能有些知识点你就都知道了 咱们看先看第一句 这些基本的知识点呢 我是希望大家能够掌握啊 这个这个在国战中应用应用起来啊 我因为我看路人很多就是 我觉得就很常见的东西 但他确实确实不懂 确实也不知道 咱们看一下录像吧 第一局主视角玩家的爱地 比较幽光阴流年 这个四五区玩家感觉他录像 这边选这样 吴国群雄都可以选 像香香鲁素或者是貂蝉甜蜂都行 这个宇宙香 宇宙蝉 毕竟这个 吴国群雄的女神 四国都有女神 是不是 你到底喜欢哪个女神呢 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最终他喜欢貂蝉 整个貂蝉甜蜂 他这个体位就没有问题了 就是如果说你的选将框 没有香香 你群雄要把男将放在前面 这是为什么 就是你因为你有可能有潜在的 对有香香 比如说打到什么末级的四人局啊 五人局的时候 你要是排个女的在前面 那香香比如说他独苗 他没人睡的时候 他不得睡你 所以你就吃亏了 就是潜在的队友 虽然这种几率比较低 但是你终归有可能有潜在的队友 对不对 那你把貂蝉放在前面 群雄把貂蝉放在前面 没有意义啊 把女的放在前面 你没有 就是出现香香对你也没有好处 对不对 所以呢 你把这个 呃 貂蝉呢 不是群雄女的 应该放在副酱 就不要放在主酱了 但他这边 他刚才选件花有香香 所以也无所谓了 这怎么放都可以 这边起手放了一个万键 然后也没有后续 所以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边有不卖的 他选择了开五股 行吧 可能手牌比较赖 但这个五股好像也不打好 拿了个装备 那估计也就挂个捡一马 扔个顺手 或者扔个乐过了 估计扔乐吧 顺手一会儿 没准还能忽悠别人的装备 对不对 好 然后咱们再接着看 这局有两个 两点的 这局有两个知识点啊 一个是寻熊知识点 一个是卫国知识 到底是什么呢 一会儿咱们看到了再说 这边顺装备 好 又放弹门 这边就三血不慢 还继续放弹门 这个人应该不是五吧 贾许出来了 贾许忍受不了了 终于出来了 因为他已经掉了一血 那就不管 疯狂的AOE啊 一个万键 一个男马 还有一个男马 在神手里 最爱菊花刀 这个人的爱力 怎么这么熟啊 这边也都是 该过牌过牌 该装装装备装装备 这个人到出牌时候秒离开 然后又秒回了 网不好啊 建议去修一修网 然后扔了一张知识之笔 很亏 知识之笔啊 这可是知识之笔 这不是别的牌 这个人又放弹门 这肯定不是五了 这贾许都出来了 还继续放第三个AOE 你这不简直想让吴国全死吧 全军阵亡吧 这边咱们没有杀掉血 这很惨了啊 看一下贾许 好贾许直接乱舞 这边咱们没杀 没有杀 大家注意 这里貂蝉 别人杀他 他选择了死亡 他为什么要死亡呢 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咱们再接着看 这边曹丕出来收个诗 好 这里 就是第一个知识点所在 我这 我给这个 貂蝉玩家得点个赞啊 就是 很多人啊 在袁绍已经亮了情况下 就是贾许袁绍这个组合 他亮了的情况下 很多人自己是群雄 他都不懂得自杀 而这里貂蝉 在贾 袁绍没有亮的情况下 他就有这个意识 懂得自杀 这个就披露人 就抄前了很多步啊 好 这里就是第一个知识点 第一个知识点是什么呢 两点 第一 作为贾许袁绍 如果你开设应该怎么打 你把 你不要 其实这个贾许的做法是不对的 他应该把场上的人都射了残血 比如说 大部分一血 然后有少量凉血 这个时候你开乱舞 而不是起手开乱舞 因为起手开乱舞 很多人状态非常好 你比如你贾许袁绍手量 人上来都四血 你开个乱舞没有任何的意义 你这个乱舞是干嘛用的 就是这个貂蝉同学所展示出来的作用啊 你作为贾许袁绍 你要手量开设 就像我说的 你先把人都射到 大部分是人射到易血 就是少量人凉血 当然你不可能控的那么好 都控到易血 因为其他人手排 这个质量决定的 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你开乱舞 这个时候开乱舞 作为贾许的队友 主动求死 而很多人不懂得主动求死 手里这个有牌就出 有闪就出 就不死 然后最后贾许射死 他还怪贾许 除非说你有什么能能就是量将 呃能量将的方式 你比如这个肯定是貂蝉填锋 这没量肯定量不了 你要是画陀什么的能量 那你可以不死 你要是不能量 你就在乱舞过程中主动求死 两点贾许 要掌握好这个乱舞的时机 而不是说上来就开乱舞 你的队友想死都死不了 其二 作为贾许袁绍的队友 主动求死 好 这里咱们就主动死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他刚才不主动求死 这个同学在袁绍没量的情况下 就想到这一点 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就如果你不死 你给这个贾许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就是他这一射 他就裸奔了 好 这边张角 出来了 把真鸡司马劈死了 不然真鸡司马是个大户 好 这里又涉及到第二个知识点 这真鸡司马是个菜鸡 为什么是个菜鸡呢 被张角劈了一下 队友曹丕出来 他把桃子给吃了 桃子不留给曹丕 这是个菜鸡 这是第二个知识点 在袁绍社的时候 如果你 你作为魏国 尤其是作为那种四血壮汉魏国 桃子绝对绝对不要吃 留给曹丕 这局就赢了 这是第二个知识点 而很多路人的魏国是就跟群雄一样 就是不不死 不懂得死 非要出闪 这里魏国也是很多时候也是要求死 把桃留给曹丕的 而这里队友都出来了 他还不把桃留给曹丕 他明明死定了 你把桃留给曹丕 咱们可以看 接着看 好 由于凋缠了死 袁绍没有裸奔 那能不能 能不能 张脚能不能活下来呢 不知道 再杀一刀 可能要杀一刀再射了 选择翻三远不慢 一代劳 找个傻傻的 全都去死吧 你比如说张脚这种能亮的 最起码你亮了 给袁绍个信号 袁绍他好救你 那貂蝉天风是亮不了的 那现在很关键了 看看张脚能不能活下来 神仙难救 好 这边裸奔了 那这没有办法 因为他开了一代劳 他也没牌 他没淘 所以这里就差一个桃子 你看 如果说 真金司马不吃那个桃 曹丕是不是活下来 曹丕活下来 收了这一大堆师 是不是曹丕赢了 所以这是两两 你非要 你把那个桃子吃了 导致曹丕 岔了一个桃子 老夫进京平乱 岂能空手而归 好 老夫进京平乱 这边幸好还有一个群雄 不然这局群雄也是倒霉 还好 这边有一个吕布董卓出来了 那这边吕布董卓把剩下的这个人杀掉 应该就赢了 赢了 这时候一定要先把这个 先一假许出牌的案件杀掉 这边出来个诸葛亮 有点麻烦 不知道是不是凤竹啊 如果是凤竹还有一点危险 当然这局后面就无所谓了 后面就反正该亮亮打一打 只是希望大家学会这两个知识点 这个真机司马明显就是不会和貂蝉比起来 可以多看看视频 学习学习 慢慢就会了 不会不可怕 怕的是不学习 长期不会 就我说的这两点 你们我看你们看我在这说的很简单 但是路人局像司马真机这种玩家非常多 还有就是貂蝉如果不求死的玩家也是非常多 后面随便打一打了 后面就不主要了 中 这把三千刀还挺厉害 不赶紧弄死诸葛亮 要被三千刀活活的戳死了 全都去死吧 幸好有袁绍啊 不然这个空城还破不了 咱们再看第二局 主持人玩家爱丽要熔马江城 26区的玩家感谢他录像 这边又是只能选泰尔茨鲁素啊 这种三配四组合说实话还是有点别扭的 看一下这一比赛 提手手牌不是很好 可以换掉 这个牌就比较不错了 有桃有无蟹有酒 在七号位 七号位呢 七八号位肯定是刷七本牌了 别的牌你也不要想了 你不然你有可能根本都活不到 这边扔牌啊 有人出来了 越界直接消果 怒强首量 这八号位的越界你也敢出来 你也不怕被人群人死 八号位你都敢出来 你要是你二号位该你出牌了 你出来 真的是不怕死啊 我反正没这么大勇气 好 那边不卖血 然后还有人去杀 那又一个卫楼 算你运气好 赶上大卫了 那不赶上大卫 你这八号位出来不是作死吗 搞出来个孙笨 孙笨表示很倒霉 这边这人不是卫 准备开始打击卫国 把你这个暗卫打出来 也没有问题 盘下去 有一个卫国 群域也是这个勇于开团啊 看看大卫国开团 能不能开得起来 这边都爱打无蟹 保护一下 咱们这边的无蟹不要乱打 这个火攻打无蟹 很浪费的 这疯狂的效果 削了那把刀 好吧 真的是大卫啊 能算你运气好 取如首吉 犹如探囊取物 交给你了 然后这个一个流离 然后再千里吸人 又吸人了一下三号位 夏侯渊等于没出牌 就千里吸人了 下 黄云英出来了 这边肯定要亮了 因为已经三个位了 而且这个夏侯渊应该也是个卖血的 打不到别人 他就去连这个夏侯渊 没有刀 不然的话 可能打夏侯渊不太好 因为夏侯渊有可能是国家曹丕之流 那边开了个五五风灯 没有人拿连弩 大师呢 没有拿连弩 大师没有拿连弩的目的是要撸 灯爱了 就是灯爱 如果你拿连弩 就撸给八号位了 好 这边看看 记住八号位手里的牌 因为一会儿可能要撸走八号位的牌 八号位拿了张杀 所以你要记住这些牌 一会儿撸完了决定怎么行动 连环运吧 反正就是一顿稿 能稿成啥样呢 看他人品了 好 国家 他没办法 他就只能杀到国家 他杀不到别人 国家还好了 曹丕更不好 曹丕再翻个人 游戏叫鸡鸡了 如果出来 曹丕直接把鲁素翻了 这盘真的鸡鸡了 我的天哪 还有真鸡司马 讲道理 如果是曹丕就优先翻这个灯爱 前面的人 保护灯爱 所以被翻的肯定是鲁素 就离灯爱最近的人 结果还有司机组合 真的是大位 那这下就靠这个鲁大师扭转乾坤了 鲁大师的能力绝对是不容置疑的 鲁大师在开团的能力绝对是不容置疑的 这边直接把邓爱的牌撸给三号 然后一个九杀 代飞这个邓爱 这边他留的全是进攻牌 就没有留防御牌 准备这个一波弹了 不过南蛮其实没啥用 因为你带走邓爱以后 肯定不会开AOE了 你看对面都是司马国家什么的 所以刚才应该把南蛮换掉 当然这一下撸走 就卫国很上 看卫国有没有桃子 卫国必须要两个桃子 没有直接带走 拆兵不让拆 有点伤 还可以拼点 刚才没有先拼点 就是保证要命中 当然你如果要保证命中 要想双杀也可以 双杀就拿着南蛮去拼大桥 这边再直接杀大桥 其实刚才就应该这么打 刚才就应该 拼自己人 你要是不舍得拼大桥 其实拼黄严英也可以 拼黄严英 黄严英也会给你小点的 这个局 因为四个位 然后直接 九杀大桥和邓爱 这样邓爱更死得透透的了 好 不管怎么说 反正是打击死了一个 这个卫国 然后再看大桥能不能把这帮人都乐住 这什么牌序啊 你兵住他在杀 你兵不浪费了吧 假如说你收掉他 收了个简易码 你是不是可以兵下火冤呢 好 这笔看一下三号 没有管三号 把这边都乐住 看起来三号不是属了 是属 他未必会一定把魏国都乐住 有很大概率是吴国 当然是群也有可能 好 这边这个人继续打 那就只能是吴了 如果他是群 他就看戏了 他这时候不会再去打魏了 因为两个魏已经死了 对不对 那这边这么卖力 那就肯定是吴了 好 开始搞 看看 又把黄远云给乐了 看看这个三个吴 能不能打过这几个组合 说实话 这个组合还是挺有点凶残的 这边他准备过乐 因为有司马 所以就没有神速了 传递走一个桃子 这按钮不亮是什么呀 僵尸吗 要不然你就亮了 肯定有技能了 只有可能是僵尸 不过 讲道理 这个局 你就算按着装武 不是说按着装武 就按着拉嘲讽 你这嘲讽也嘲讽不过鲁素 他们还是要打鲁素 鲁素肯定要死 这些乐是非常关键的 司马有没有乐 有没有给自己解乐的 他没有给黄远云解 他肯定得先顾自己 毕竟司机组合比黄远云要稳定 他好像自己都没有啊 只是给国家改了 自己没有 全是黑 又可以撸了 他没有选择 他选择了浩施加帝蒙吧 应该 直接浩施给这个按奖 然后帝蒙 反正你选个人帝蒙吧 他选择帝蒙黄远云 觉得黄远云有桃子 司马真机是没桃子 谢谢 来谢谢 谢谢给你拼了 这都嘴贱 你不谢谢还不一定拼你的 就拼司马真机了 反正司马真机爆发了 谢谢 装逼被拼了吧 这边鲁肃呢 这局就是强 体现了鲁肃的强大的个人能力啊 就面对对面这么强的组合 就是鲁肃这个非常 风骚的对抗他们 这人还不亮 估计是僵尸 不然就亮了 没技能嘛 你不然你个屋开团 你不不开技能的 像尸猴吗 九杀能不能带走国家 其实还是有点风险的 真机真机是没有桃 这边呢 直接带走国家 好的 撸撸人撸的真的是酸爽啊 撸的他们都不敢留桃子 我估计黄远云刚才也有可能没留桃子 钻他扔的桃 他也怕被撸 最后一波反扑了 反扑不了 你们就要灭亡了 当然这两个武将还是有很强爆发能力的 完了 闪电来了 赶紧拆 优先拆闪电啊 闪电的优先级非常之高 好 这个人也是成功拉到嘲讽 估计就是僵尸 那不可能别的 你可已经成功拉到嘲讽 他还去杀人家 他不是杀人家 他不是火攻了吗 我当要替天行道 我当要替天行道 这边呢 直接耗尸就可以了 那边最后一张牌拼掉 就把他们都搞光了 撸空 你累了 没有杀 讲道理 这个连弩应该乐出去 你留着这个连弩干嘛 少年 不会玩 真的是僵尸啊 你这个连弩留着干什么 你不乐住他 如果你乐住他 他就不要把他杀涅盘 还好他这边有个乐 给他杀涅盘 你乐住 不然的话不要 不要杀他 没有乐住 你要是给他打涅盘了 就给他乐住 不然你就别再别给他打涅盘 不然 不然会崩的 这个 我做过多少个视频 由于瞧不起庞统 把庞统杀涅盘了 没乐住 崩盘的 这太多了 还好这边没有判定 这边呢 把这个 闪电拆了 再撸一手 撸的这个 黄月英和真基司马 都托管了 你敢信 撸的两个女神都 不要不要的 本来两个女神 可以全力抵抗 但是没牌了 玩个水子 这祸 这瞬间刚才就亮了 刚才他不是掉血了吗 不亮 一代牢 那个连弩早就应该扔了 你看看对面是什么人 一黄月英 一真基司马 都是玩连弩的主 你还敢留着连弩 被撸走了 小心崩盘啊 好 两个女神 这脱管了 尽情的享受 被乐的快乐 被乐 被撸的快乐 鲁大师开团真的是强 但是如果是独苗的话 鲁大师就是讲道理 非常难赢 请休息吧 他已经放弃抵抗了 简道理 他呢 如果还有信仰 是可以挣扎挣扎的 报将 作为报将 其实是可以挣扎挣扎的 就是如果你白板武将 那就没什么机会了 就不可能翻的 对吧 这局其实就赢在鲁大师 一个人身上 这边 僵尸猴白板 大乔 那就乐一乐 你要说 没有鲁大师 大乔 这局根本没什么作用 人家有司马 再看第三局 主持人 玩家的ID 叫 曲姬 一曲玩家感觉他录像 这ID 我怎么好像也见过 这个选将呢 魏国也可以 张辽张和 吴国也可以 周瑜香香 都可以 看一下这局发生了 什么样的故事 选择了周瑜香香 但是体位呢 不太对 那你的体位是为了藏香香吗 我解释你也不是陆逊香香 你要是陆逊香香 你把陆逊 放主将藏着香香 我觉得可以理解 周瑜香香就没必要藏香香了吧 还是香香放主将好一点 你要像陆逊香香 大月亮 有的时候我也把诸葛或者陆逊放前面 为什么呢 就你想一想 你玩的时候 如果有人 副将亮了一个诸葛 或者副将亮了个陆逊 你是不是第一反应就是他陆逊香香 他是诸葛月鹰 你根本就藏不住的 但你主将亮和陆逊 他可就像别人可就想不到陆逊香香了 你就可以把陆逊香香 成容潜伏下来 对不对 就看潜伏的价值 底不底得上 就有可能潜在被离间的价值 好 这边南丸放出梦祸 这人蛋疼的去啥梦祸 你这不是蛋疼吗 自己手牌没溢出 拿拿下去砍梦祸 明显不会玩啊 毛毛同学 梦祸有什么好砍的 砍完了 然后被孟祸一顿干 也不知道图个啥 孟祸没有刀 这七号也表示 就日了狗了 这真的是无妄之灾啊 本来他只是想打四号 七号也躺枪了 躺枪了不能忍啊 就季灵表示 你他妈想杀四号 你自己杀四号 别来连我 季灵果然出来不能忍 干他 对吧 这是人之常情 所以孟祸你被干了就忍着吧 他七号位干你 你就忍着吧 反正你先动着手 但你干四号位倒是可以说过去 四号位就欺负人一个老实人孟祸 产生的他们会不会 其他人反正都没表示什么 其他人都没有表示什么 这边的人还离馅了 秒离馅 看一会会不会回来 估计又是网不好 四号位呢 出不出来 他反正已经打了孟祸了 他拼在甭管他是啥事 他还得继续打孟祸 他没辙了 一顿决斗 竟然决斗赢了 咱们作为无果肯定是不会惹事的 无果你就看看戏 你管他是啥呢 就算四号是无果 你也不能惹事 关键时候又梦祸 真是美味啊 又回到满血 这些人的习惯都 习惯疯狂的吸血啊 都是选一个大雪牛 这边再拆 拼光全家 其实讲道理 这个四号位什么都有可能啊 他就上来就是喜欢明镖护杀 好 这边有人报仇来了 黄岳英来了 黄岳英这手不能忍 估计是虚抱了锦囊 差不多了 我感觉 估计是虚抱了点锦囊 然后当回合又摸到了锦囊 所以不能忍了 这边这个四号位要倒霉了 黄岳英绝对撸死你 你藏不下去了 黄岳英要收全场了吗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刀给他 想把派出去 先秒了G0 然后再找你四号位算账 G0也是非常惨 G0咋不亮马腾呢 你反正都被卫眼打成那样了 你先亮个马腾回个血 保存一下自己啊 没手牌了呆着 你等队友队友这时候也不好亮 你就先 主要是你先保证自己不死 这边这个黄岳英打的好奇怪啊 哎 怎么不去打四号 跑来打主事角 没搞懂啊 四号疯狂的杀孟霍 竟然逃过了一劫 这是什么道理呢 在乐路 他就是不搞四号 他乐也应该乐四号啊 乐的没有道理啊 好这边直接英魂 英魂呢 我感觉应该 他不想扔刀 但我觉得你还是把刀扔了吧 你不然要死了 不过他不敢出来 他不知道后面人的情况 他怕后面人补刀啥 也好 结果后面人出来一个二哥 这你就完蛋了 二哥还掏出了连弩 好 二哥一路杀 接下来二哥要怎么做 咱们看二哥杀谁啊 好是个群雄 还正好碰巧和机灵 是一伙 他也不冤 好 这里二哥犯了一个非常致命的错误 这是路人常见的错误 你为什么不把五号位杀了呢 在他的心里 他觉得 就路人他会觉得 五号位是队友啊 是队友我裸奔了 咋办啊 这个局啊 这种局是非常常见的局 就是什么 有很多情况下 就是你杀了暗将 哪怕暗将是队友你裸了 我就我就想问一句 你现在那边那个离开了 你把这个暗将杀掉 他就算是队友 你裸奔了 你们三个人打不过孙坚吗 那边一神装黄月英 你们三个人打孙坚 不是随便打吗 吊打他吗 他说僵尸猴也是被吊打 一孟后卫言就把僵尸猴打成狗 对不对 你怕什么 怕他什么是队友 而你不杀他 就很有可能留下隐患 他出来一个暴将 就把你们翻了 这是这是今天我要讲的第三个支持点 就是在很多情况下 你自己要头脑清楚 你要判断 我杀掉这个暗将 哪怕他是队友 我裸了 我们也稳赢的局 就一定要杀掉暗将 就不要心存幻想 心存仁慈 对不对 就是你自己分析 我杀掉他 是队友裸了 我也能赢 当然就 当然如果你判断 我杀掉他裸了 我不一定能赢 那那种时候不杀 那是现在这种情况 其实这种情况是很多见的 你杀的暗将 你裸了也能赢 他是你队友也赢了 但他不杀 他去选择杀村坚 还妄想一个南蛮一波战 行 你带不走 你带不走 暗将一会儿暗将叫你做人 还妄想一个南蛮一波战 好 这边人头还被孟霍收了 你打的非常的差 你不 你应该先放南蛮 你自己收人头 你正在出牌阶段 你让孟霍输什么人头 好 这回出现意外了吧 出现了 看我的厉害 然后这边又恢复 回复一下 夫君身体要紧 傻眼了吧 接着看吧 有可能 这僵尸猴组合 配香香 还是有可能创造奇迹的 补一大拨牌 所以刚开始 月鹰拆一弹的时候 他没出来 他还是不知道这边是关羽 而且还好没出来 出来关羽肯定就把他杀了 这关羽只是比较二而已 好 决斗 他好 我也好 然后这个这边 就是反剑 这个周瑜破空城 大家都会吧 这个肯定会吧 反剑 然后再杀 手里不留闪 反剑 然后杀掉他 直接收人头 这个二打三了 这组合真的挺厉害的 将是孙坚 孙坚卖血 然后给香香补牌 这还去杀 孙坚掉血 孙坚掉血 孙坚这时候 非常臭 你不需掉他四血 多补一张牌 要翻盘的 香香能奶你 怕什么 八卦 怕什么八卦 怕毛线八卦 好 这个过牌量 是非常的大 看我的厉害 把刀忽悠过来吧 自己搞一搞 刷一刷牌 但是这个黄岳英 有没有可能是凤芙呢 有非常有可能啊 咱们稍微快进一下吧 反正二打二 就是看谁刷牌 刷的猛 就黄岳英 他竟然不是啊 不是凤芙 不是凤芙就好了 就反正这边看谁过牌量猛啊 这边仪在牢虚报了一下 黄岳英呢 也有过牌 但黄岳英过牌是不稳定的 而有孙坚辅佐的香香 这个过牌其实是相当稳定的 他刚才只有一个装备 所以虚报了仪在牢 就因为孙坚英魂 他也可以把那个装备扔了 妇女组合啊 妇女脱衣组合 吊打对面蜀国啊 怎么给拿满了 也没办法 主要他们打香香 香香掉血了 只能去拿 这边给孟霍杀到凉血 就不要杀他了 就是你给孟霍杀到凉血 就不要杀他 可以考虑杀一刀孙坚 对吧 刚才你那刀应该杀孙坚 杀孙坚好一点 这现在 而且你要不然就是 直接秒掉孟霍 要不然就杀黄岳英 好这边当然把孟霍杀也秒掉了 那也非常好 大仇无畏报 赶紧 现在赶紧去杀孙坚吧 给孙坚放放血 不要杀他 这刀杀孙坚 这刀杀孙坚 而且有三尖刀啊 他后面打的不好啊 闪电拆了 闪电这种意外因素拆了 这祸头了 没有信仰 没有黄岳英信仰 刚才就是赶紧给孙坚放血啊 你不放血 你这边没技能 再看第四局 主视角玩家的爱地 叫唐唐梦 不是 一岁梦 什么唐唐梦啊 久去玩家赶紧他录像 这边选国家逃避 这没得说啊 但是你要是怕乐 你可以选个校会员 讲道理还有点怕乐的 这不是国家逃避什么的 还是比较怕乐 行商啊 遗迹啊 都是怕乐的 选个国家逃避 看一下这局 寒冰剑 没有动 五股风灯 这个五股风灯质量非常好啊 各种大黑沙 我记得有一次 也是有个人开了个五股风灯 也是我视频里的 七张黑沙 也是质量非常的高 这人手剑啊 给人乐住 你乐人家 你能乐人一辈子吧 你能出来干你啊 你乐 你找个远处的乐 他报复不着你 你还乐在旁边的 你看人出来了吧 紧囊肯定照你身上招呼 这就不照身份了 这单纯的就是因为你乐 我所有干你 没什么为什么 手剑 燃烧吧 什么玩意儿 好 这样子也是孔荣 孔荣怎么啦 人出来龙凤 照样烧你 作死 这都是 这就是较劲啊 其实讲道理 他不应该量凤厨的 因为这时候量凤厨 就场上局势不明了 你量凤厨 你首先暴露了 你住联闭合浪费了 当然就是 当然路人嘛 有很多人确实为出一口气 就是你上来搞我 你亮个孔荣 就以为我搞不了你 我就要出来搞你 这是路人的一种心态 就为出一口气 所以有时候你看见 就你看见这个 我跟你们讲啊 你们打路人的时候 看见胜率特别低的 或者胜率不高的路人 尽量就是不要激怒他 因为这种人 很多时候他不为赢 他又会叫一口气 然后还有人救 救他干嘛 他自己惹事 让他自己死 你还要飞出来个垫背的 就是 他就是胜率第一 有很多人 他会不为了赢 他就会出一口气 你不要激怒他 你要想办法利用他 这边这拼命的打鼠 也不知道为啥 就因为这个祸疯狂的烧 烧的不开心了 这个 大桥非常的卖力 也不知道为啥 那边七号被救恐龙了 他还这么卖力 咱们也不咱们也不动 跟咱没关系 一无一鼠一群 跟胃有什么关系 肯定不动 动个屁 还是你们自行解决 六号被扔了个男蛮 不过他离线 看看接下来是什么 傻逼天天有 今天特别多 这边开始骂人了 骂人不好 铁锁连环 连到了一个贾许 贾许没出来被连了 蜀国 孔门之后 忠孝为先 少年 你的 你在搞笑吗 表示擦 擦什么擦 真是搞笑 这个也不动 也是看戏 有没有可能是胃 非常有可能 不好讲 无险可击 放出来 一张牌也烧 你是有戏 多么的信仰十足 一张牌也烧 还烧中了 孔龙挺配合 讲到里一张牌也烧 真的是信仰十足 他不乐了 明显大小数人头的 刚才疯狂的打 现在一看 局势均衡了 孔门一张 这一支比神牌 看对面 看到了无 我这张支撑 这笔非常关键 因为在六号位 离下的情况下 这一号位 也是非常关键 如果一号位是位 我觉得这局 就基本上躺赢了 但一号位是无 这就不太好了 是无就 因为你这边 鼠群撕 撕完了 人家那边剩俩无 怎么玩 你看这个牌序 就有点是错的 你 你只要出牌的时候 决定开大了 你先出其他的牌 再开大 你就是错误的牌序 对不对 永远是把自己手牌 达到最大话 再决定牌序 然后开完键 这边咱不要出来 不要出来 不要什么天度 摊一张牌 让他们去搞 不 不需要摊牌 摊这张牌 没有任何意义 让他们去搞 他们都搞死了 才好呢 这边杀 看他 他决定杀死马超 你决定杀死马超 卧龙不死就 卧龙要找你算账了 上年 这边咱们杀岸娘 岸娘又回来了 我去 岸娘又回来 岸娘又很可能 又会决定一切了 这边还有独裁 这边咱们不去杀明 咱们反正杀岸娘 咱也不戳 没什么好戳的 那边咱们知道是无 对不对 岸娘杀假许 岸将不是群雄 好 岸将应该也不是魏 为啥呢 因为他如果是魏 他没必要去那个什么 他没必要去杀假许 场上有有数有无的 他肯定有队友 所以他杀了假许 他要是魏 他砍独苗 魏 那局势又不太好了 三五 局势又不太好了 万箭 看看沃龙能不能活下来 好 沃龙没有活下来 如果沃龙活下来 第一个要找算账的 就是这个一号位 肯定你把马超杀了 但是他没有活到出牌 那就没辙了 这边还是没有出来 出来要被乐的 装逼一手不出来 因为大桥不知道一号是吴 好 他说乐如的假许 大桥开始指挥了 你不用你指挥啊 他肯定要乐的假许啊 他怎么可能不乐假许啊 他就算不为你暗将 他也得为周蔡吧 他跟周蔡是一伙的吧 你看他开始指挥了 什么一百一百五十六 也乐如 一百五十六就指国家吧 指挥地啊 哎 这边咱们肯定要救他 这边咱们自己出了个桃 然后让贾许自己出一个桃给救回来 这个为什么要救回来 就回来利用贾许打工 把这几个吴国灭了 把这几个吴国灭了 好 这边咱们出来过架 杀掉暗将 因为咱们知道暗将是香香啊 不杀他要出事情的 一定要让他死 一定要让他死 所以这边把贾许捞回来 利用贾许打工 成功的收掉了大桥 非常好 看一看 这边僵尸 我去 卢大师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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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大师看看 他会卢贾许的牌 还是卢国家的牌 他选择了卢贾许的牌 贾许牌多 那这边要一定要把贾许 放出来 利用贾许杀掉一号 杀掉一号 然后咱们收拾 他肯定会杀一号的 你帮他 这样咱们成功的把牌收拾掉 看见这是这一手牌 非常的酸爽 而且他杀的时候 他也不知道有曹批 对不对 他不知道有曹批 所以 他不知道危险 然后咱们的手牌就被拆 杀掉了 大哥你不拆连弩吗 这连弩难道不是你的吗 就路过来的 成功的收掉连弩 这样的话利用一张 桃子一张无蟹 利用贾许打工 这边有连弩直接吃菜 直接吃菜 这会儿不要怂了 不要什么结盟 自己手里有连弩 吃菜 然后杀掉贾许 跟这个卢素单挑了 卢素已经两不去了 而且你杀掉独菜和贾许以后 还能收到杀 收到杀的话 基本上能把卢素杀到四五不去 你就算一个白板打一个四五不去 卢素基本上也是能打的 不然你这墨迹来墨迹去 而且卢素有可能因为你 关键是卢素有可能因为你杀了香香和大乔 他不跟你配合 如果他不跟你配合 他选择送群 你也说不出什么来 对不对 就是你把人队友都杀了 人家赢不了了 人家就卢素都好几步去了 人家赢不了 人家选择送群 你真的说不出什么来 对吧 所以就这边直接连弩 直接杀过去了 断断斩 断断呗 几步去了 好 六步去 属于平均水平 六步去属于平均水平 这个十步去以上 这个就属于这个 金枪不倒级别的 这两步去的 你就得去医院看看去了 开个玩笑 然后今天的视频坐着 也希望大家能够学习到东西 当然我希望你们看到这个时候 不要睡着 是不是有很多人已经睡着了 既然睡着了 就继续安心的睡 今天视频就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